Hello,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早安英文,我是木木 各位好,我是Alan Hello,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是一个为大家免费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今天我们要聊一聊这个社交媒体上经常出现的几种人 第一种是到处可见的四十五度角 都会什么意思吧 对,Alan说的肯定就是这个 The Selfie Posters 自拍爱好者 走到哪里拍到哪里的人 比如说木木老师 我都很久不自拍了 我是负责点赞的那一类 所以说你是属于这个社交 所以说你是属于社交媒体里的那种 The Likers 点赞专业户 对,点赞专业户 Sometimes we have friends on social media who hate like under everything you share often just a second after you post it 木木老师说 有一些人呢 会在我们分享的所有内容下面点赞 而且点所有人的赞 对,而且都是秒赞 是,这种人叫什么 这种人叫做The Likers 就是特别喜欢点赞的点赞专业户 所以我们刚刚说到两种 一种是特别喜欢自拍的是什么人 叫做The Selfie Poster 对,还有秒赞的点赞的 The Likers 接下来我们要说这一类呢 不得不提到我们早安英文的 哈斯老师 那你一定说的就是 The Fitness Fanatics 健身狂魔 哈斯老师对吧 对,哈斯老师特别喜欢健身 就是一周七天去六次 对 特别喜欢去 然后每次 就我去的一周两次到三次吧 然后跟哈斯老师一起练的时候 通常来说训练强度就比我平时 要大很多 对,要大一倍 我平时其实也不小了 但是跟哈斯老师相比 他这个死变态 哈斯老师是要剪辑的 他听到这里会剪掉的 你说他 你说他什么 死变态 然后还要发几张裸照 哈斯老师 强迫大家一起来看 这个其实办公室 很多人都受到了影响 就办了这个健身卡 一起健身嘛 对吧 这个Fanatics呢 就是狂热者的意思 我们之前有提到过 这个咖啡狂热者 我们可以说 The Coffee Fanatic 好,我们现在讲讲 第四类人 The Travellers 旅游达人 我觉得Ellen 你自己算是一个 The Travellers这一类的人吗 就是旅游达人 一般一般吧 就是 世界这么大对吧 对对对对 我相信大部分人都是 The Travellers 旅游达人 在有时间和资金的情况下呢 都会想要出去走一走吧 第五类社交媒体人的类型 就是每天拍照 特别是拍美食的 对 尤其是这种 在深夜你泼出来的 这种拉仇恨的 对 都是深夜暴摄的 这种人呢 他们就是 The Foodies 算是美食家 到处吃 也知道哪里好吃的 对 The Foodies Timelines are full of pictures of the mouth-watering food that they eat almost every day 对 丑一些的姑娘 就只能发食物了 你知道 你这会 没什么 是的 美食爱好者 他们这个时间线上 我们知道 这个在微信朋友圈里 每一个叫做moments 就是每一个时刻 然后不同的时刻 一天24小时 然后一个小时 60分钟 这都是时间线 Timeline 他们Timeline上 都是诱人的食物照片 每天吃什么好吃的 或者说 这个饭很好看 对 饭菜 比如说玉子 或者说 一些其他好吃的东西 都会po在上面 对 最怕深夜看到这种 令人mouth-watering 令人流口水的照片了 对 我经常会就是半夜 突然看到这种照片 我就爬起来 去冰箱里找着什么东西 然后在微卤里热一下吃 难怪呢 最近要减肥了吧 对 又控制了一下体重 哗哗哗又掉了十几斤 第六类人呢 这类人经常就是 hardly post anything about their lives 那你说的一定就是 the lurkers 对吧 那些专业潜水的人 对 就不漏面 不是那种 专业潜水员 不是潜水员 就是不是到海里面潜水 是在社交网络上潜水 不冒泡的那些人 对 像这些潜水的人 就不管你是在一个群里 或者是各种社交软件上 都很少发状态 很少讲话 这个时候你甩一个红包 他抢得最快 the lurkers这个词 本来讲的是那些 看铁不回的人 除非你add到他 对 我就比较喜欢潜水 发个红包试试 第七类人 就是现在发展 非常庞大的一个群体 微信朋友圈 活跃度300% 就绝对不会潜水的 the promoters 翻译是销售员 其实就是现在的微商 很多把这个社交账号 变成自己的一个商业平台 有时候呢 还会让朋友们分享 如果你不强迫 我觉得还好 是吧 我不喜欢我平平 你就得了 但是你如果给我发小窗 必须拉黑 是吧 就是现在这些微商啊 代购啊 都可以称作是 the promoters 这个销售人员 对 你是不是还 以前还帮这个朋友 对帮朋友分享过 对吧 好 最后一类 对 最后一类 是什么样的社交人呢 the lovers 就顾名思义 就是那些撒狗粮的人 对吧 就是喜欢分享一些情侣之间 他们的对话呀 照片呀 这样一些小情侣们 那大家可以对号入座 看看自己是哪一类 这个社交人群 对吧 看不见是潜水呀 这个撒狗粮啊 还是这个喜欢点赞啊 发照片啊 等等 对吧 今天我们讲了七类啊 这个社交媒体上 各种人都是怎么说的 现在我们一起来复习一下 看你都有记住吗 那么 自拍爱好者 the selfie posters number two 点赞专业户 the likers number three 健身狂人 the fitness fanatics number four 旅游达人 the travelers number five 美食家 the foodies number six 潜水员 the lurkers number seven 微商 the promoters number eight 最佳情侣 the lovers Hello Welcome to Morning English 早安英文呢 是一个为大家免费 提供英语教学的频道 每天都会更新 如果你想获得关于英语 听说读写的内容 我们都会在这个频道更新 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全球的华人学好英语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记得给我们订阅哦 另外点开小铃铛 这样的话就不会错过其他任何学习视频了 对了 如果你想获取本节课的完整版笔记 在视频简介或者评论区领取哦 你也可以给这个视频点赞 点赞就相当于自动保存了 好啦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 我是木木 我是Alan 我们下期见 See you guys around